哈囉大家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QA時間 今天我今天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到底什麼是跑步中爆掉 真的爆掉了之後 該怎麼樣面對呢 那什麼是比賽當中爆掉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定義成你比賽當中運動的撞牆旗 這個時候的你可能會開始舉步艱難 呼吸急促 而且配速失守 在種種因素下導致你的比賽成績開始逐漸的走下坡 而且甚至立即性的 讓你配速完全的從原本的預定秒數 掉個一兩分鐘都有可能 這時候可能就是你現在已經進入一個爆掉的情況 那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你會爆掉吧 首先我覺得它可能有幾項重點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爆掉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你的訓練不夠 導致你的餘氧耐力不足到後面的階段 你身體已經進入一個無氧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身體的身體機能已經開始逐漸的往下降 導致你的身體跟你的呼吸已經越來越急促的情況下 讓你的身體從有氧變成無氧 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進入一個爆掉的情況 所以檢視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餘氧耐力訓練 或者是週期化訓練不夠導致的呢 再來第二種可能就是你的補給出了問題 比賽當中全馬是一個很長的距離 如果你在補給上沒有正確 或者是時機點很好的情況下做使用 你可能會導致你在後段的時候 因為沒有能量補充到身體當中 導致你的身體 開始讓你的體力瞬間的往下掉 這個時候都有可能導致你的爆掉出現 所以比賽當中要避免爆掉的 第二種原因就是補給啦 補給真的很重要 那第三種可能呢 就是還有可能是你的配速的問題 如果你的配速已經高於你現在身體的能力的話 可能因為你配速過快 導致你的身體提前進入無氧狀態 這些都會導致你在比賽當中 會有爆掉的情況出現 OK 那我們總結一下 種種前面的原因 有可能是你的訓練不足 有可能是補給不夠 甚至是比賽配速過快 都是導致你爆掉的原因 所以可以檢視一下你在比賽當中 是不是真的爆掉有這些情況出現 如果有開始做你的補給調整 補入一些身體所需要的能量 可能會讓你爆掉的情況 有稍微緩解的情形出現 那再來第二種可能呢 就是你的配速過快啦 所以建議你如果比賽當中 你真的已經爆掉了 建議你把配速稍微往下降 讓身體調回可以接受的強度之下 這個時候爆掉的情況 可能就會有緩解喔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簡單的分享 如果比賽當中遇到爆掉了 希望你可以記得吃東西 把配速調整好 調整好你的呼吸 來繼續面對接下來剩下的比賽距離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喜歡的影片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下一集見 掰掰